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认为是财产或者环屋土地 或者你所宝贵的东西都会觉得这是产业 但是这边特别提到是儿女 儿女是神的产业 祂赐给你的产业 所以是神托父给你来管理的 做父母是有责任要用心经营神的产业 我们教会有一本宗教教育月刊 在四五十年前还在发行 那之后我们因为是三合一 包括七年团契圣灵月刊 跟宗教教育三合一出版 所以宗教教育的月刊就合并到圣灵月刊 但是现在有关宗教教育的刊物 文章就会比较少 可是我们还是借着每年 把这个暑假八月有宗教教育月或者宗教教育周 那在宗教教育月刊的封套里面 他有一段话叫做在你手中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 那这一段话里面大概他是这样讲的 说有一双小手在你手中 他需要你的牵引 他或许手上沾了泥土 或者他的手上受伤流着血 他需要你的牵引 跟需要你的包裹跟医治 但是这一双小手 他有看不见的未来 因为这一双小手 或许他可以在教会弹琴 或者拿着圣经学习神的话语 这一双小手也可以在赌场赌博 也可以去做坏事或抢劫 那这一双小手 他有不可见的未来 他在你的手中 他需要你的牵引 我们今天对神的产业要有认识 这一双小手 尤其父母需要有责任去牵引他 从小拉拔他长大 陪他成长 我们知道天下父母心 每一位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 有一本书叫 你的孩子在哪里 那你的孩子在哪里 有些父母认为孩子长大了 他当然都是自由的 我也不必管他 可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为人而你的 要让父母知道你在哪里 所以有时候 要跟家人保持联络 而且要能够主动的 来让父母知道你在哪里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 是不是知道孩子在哪里 有的孩子好像断线的风筝 所以孩子在哪里 不知道 圣经里面有记载 有一个大卫君王 他有一个孩子叫压沙龙 这个压沙龙给大卫是非常头痛的人物 大卫曾经为他哀哭三次 一次是杀他杀了暗刃 一次是他背叛他的父亲 让他父亲必须要离开完工 第三次就是他被杀掉 当他死的时候 大卫哀哭啊 但是他的元帅说 你不能哭 因为这个孩子是该死的 如果你哭 你怎么对百姓交代 你如果从圣经里面看压沙龙的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大卫并没有很用心在经营神的产业 所以他曾经在诗篇一百零一篇第二节说 我要存完全的心 行完全的道 行在我的家中 为什么大卫要在一百零一篇里面讲这一句话 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百零一篇 我们来看一百零一篇 诗篇的一百零一篇第二节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 你几时到我这里来 我要存完全的心 行在我的家中 存完全的心 我们做父母要给孩子榜样 也要给孩子信仰 给孩子正面的教育 教导他 我们都是很用心的 存完全的心 能够行完全的道 而且是用智慧 用智慧 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 所以呢 要行在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济师 他不知道孩子在哪里 以利济师有两个孩子不认识神 而且他在圣殿里面 连献祭的东西 都把人家抢过来吃 还没有献祭就抢过来吃 这个孩子不认识神 但是以利却没有用心来经营 来教导 让他任意放荡 以至于神 对以利说啊 你尊重孩子 过于尊重我 所以藐视我的 我也必藐视他 所以以利家就没有后代了 从他儿子之后 结果就没有后代 这个说起来是一种很遗憾的事情 但是也提醒我们 为什么要用心来经营神的产业 而你是神托付给你的 那我们有责任来造管 来经营他 为什么他是产业 因为 他是神赏赐给你的 而且呢 他是用仲价买来的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说 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有圣灵基住在里面 而且呢 我们是主耶稣用仲价买来的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身上来荣耀神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跟二十节 非常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是仲价买来的 你看有些人喜欢古董 都用仲价去买古董 当作他的宝贝 我们的儿女也是你的宝贝 因为他是主耶稣用仲价买来的 那我们也是主耶稣仲价买来的 所以你看孩童有他的可爱 他天真无邪 而且他值得你去爱他的 每一位小孩都是一样 所以真言二十章里面有提到 说孩童他是清洁的 他是正直的 都显明他的本性 孩童 孩童在小的时候 他的动作就是清洁正直 在真言二十章十一节 就是特别提到 这一段话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产业 我们应该要有责任来教导他 这一段话 当摩西带领百姓 离开埃及 然后过温海走旷野 你可以看到摩西当时 神叫他要上山 然后要颁布十条诫命 摩西当时拿了两块滑板下来 那滑板上面就写了十条诫命 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 有记载这十条诫命 前面四条就是对神的 你要敬拜独一真神 而且不可拜偶像 不可望称神的名 而且要遵守安息日 然后后面六条 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 然后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一条一条写 写了十条 当时百姓在山下拜扭堵 摩西非常的愤怒 把两块滑板就摔萃了 摔萃之后 当然神对百姓的惩罚 因为他们悖逆神 他们不认识这位 从埃及带领他们出来的这一位 真神而去拜扭堵 而且拜金扭堵 所以他们的心偏邪 以至于摩西在第二次上山 也是领受十条诫命 再一次重生神的律法 重生神的律法的时候 就有提到 这个百姓要遵守神的话语 所以你如果看生命记 它有一个主要的宗旨 就是主题 生命记就是 这个遵守神的道 遵命有福 生命记的主题 就是遵命有福 小孩子小的时候 他还在学习 还在成长 那他怎么遵命有福 犹太人 小孩子从小就要教导他 认识神 所以生命记第六章 里面有讲到 这是小孩子 你要跟他谈论 把神的话语 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 六章第四节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 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躺下 起来都要谈论 细在手上为记号 带在额上为经文 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这边说要听 以色列啊要听 而且呢 你要让 这个 而你呢 要尽心尽益尽力 爱主你的神 而且要把神所吩咐的 记在心上 保罗在写 新耶稣信的时候 特别有提到 我们今天要把神的话 不是写在这个石板上 神的话不是写在石板上 要写在心板上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教导孩子 学习圣经 圣经不是写在纸章上面 你要 让孩子从小 学习圣经 把它 刻在 他的心板上 所以要放在心上 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所以我们常常说 有的父母亲 小孩子还小 晚上要睡觉 小孩子都喜欢听故事 圣经故事是最多的 而且是最有趣 而且可以兼顾信仰 兼顾信 心跟他的美德 而且教导他认识神 有的父母亲 圣经故事不讲 都讲鬼故事 然后讲到孩子都睡不着 晚上都做噩梦 那何苦呢 我们要讲圣经神的道理 圣经有很多故事啊 这些故事都很美 而且可以造就我们的灵性 你如果用心 你就从小慢慢引导他 殷勤教训 小孩子不懂 我们可以带领他 比如说吃饭要祷告 那你让他学习 老大 老大 老三 哥哥 弟弟 姐姐妹妹 一起慢慢学习 他刚开始不会啊 但是 父母亲 念一句 他念一句 慢慢学 然后 他就会了 而且他的祷告 有时候非常有意识的 而且也会很感动 因为他真的是从内心里面讲出来的话 我曾经到一个教会 安息日用爱餐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什么负责人轮流祷告 他是叫小朋友轮流来祷告 带领爱餐前的祷告 我看到那个小朋友个子小小的 但是他的祷告 真的让人很感动 因为他是说出 心里的话 是清洁正直 而且是善良的 他会感谢天父真神 赏识他日用的饮食 也求神让他能够身体健康快快长大 而且能够守道理 做一个父母所爱的儿女 虽然他的祷告很简单 但是很感人 有的小朋友 他也会来帮忙领事 所以你要教训他 教导他 在家里 在会堂 在路上 或躺下 所以犹太人 他们是从小到大 有一个观念 就是要学习圣经 所以他们有一个 犹太经典 摩西立法 塔尔木 塔尔木的经典里面 你可以从摩西五经 当中可以看到 哪些是当行的 哪些是不可行的 所以他们都非常清楚 立立典当滑渡 包括诫命 都要这样教导 所以我们小朋友 从小到大 你看幼稚班 幼年班 少年班 初级班 中级班 到高级班 到社青 到团契 中级班 都是全年龄的宗教教育 有一本书写着犹太人的父母 其实他就是用 生命记里面很多道理来讲 然后 他也有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 来教养孩子 孩子要养也要教 那你教也要管 在管教当中 你不是只有责骂 你要能够警戒他 用主的教训 教训他 所以他里面有一句话说 你用右手打孩子 你不要忘记 左手把他抱起来 但是他所谓的打 用杖打孩子 他是指权柄 父母的权柄 而不是真的用棍子 用伤害性的鞭打 不是 所以呢 当摩西写了生命记 从第六章 你一直看 看到 三十一章 我们来看三十一章 生命记的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十一节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女神 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 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 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 并成理俱居的 使他们听 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谨守遵行 这律法一切化 也要使他们未成晓得这律法的儿女 得以听见学习敬畏神 在你们过耶当河要得为月之地 存活的日子 常常这样行 这里面最起码有讲 有讲 五件事情 六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十一节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女神 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 朝见他 那时 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 所以我们知道 宗教教义是有教材的 这个教材 就是神的话 就是律法 所以说 眷命 历历典章华度 所以我们 要多 善用 圣经 神的话语 所以有时候查经 儿童也可以查经啊 也可以分享 他的 一些 看法 教材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 教会 宗教教义 他是有制度的 不是松散的 不是松散的 所以看十二节 第一句话说 要召聚 召聚的话就是 你要看到对象是什么 你是 儿童的 青年的 幼年班的 初级班的 召聚 把他们聚过来 所以能够制度化建立 这个 信仰 的 课程 宗教教义 的造就 所以你要用心去经营 招聚 那再来就是对象 对象是谁呢 就是男女孩子 还有聚居的 我们常常来到会堂 就是会堂聚会 那后来觉得说 年龄层要分开 所以有宗教教义 有的有教室 然后 并且我们 有的他已经 大学毕业研究所之后 有社亲团契 有的教会就把 这个 宗教教义 就延伸到团契 社亲之外 有中间 就是中年团契 包括 常亲就是老人 这个叫做全年龄宗教教义 所以 他是有对象的 所有的 都要 能够 建立 在信仰的根基上面 然后十二节有讲 我们要教导他 听 而且要学习 学习的话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学习 这个当然就要有规划 规划 规划 方法要怎么运用 所以我们常常说 啊 这个 室教 室教 室教一个就是 教师嘛 教师是谁啊 老师 宗教教要老师 室教 师师要培训 所以第一个是教师 第二个呢 是教材 教材就是圣经神的话 好像你学校 老师也要有上课教材 第三就是教华 你怎么教 你要学习啊 方法 所以要让他学习 孩子有孩子的教华 青年有青年的教华 这不一样的 学习 那第四个教 就是教室 场地在哪里 所以十一节 有讲说 选择 敬拜神的地方 这个场地就是要把他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也可以在家里 听到你 因为现在线上 可以听到你 但是也可以到教会 但是到教会实体聚会 跟在家里聚会 感觉上是一样 但是其实 还是有差别 因为人跟人之间 还是要有交通 彼此之间要有联系 因此呢 我们这个宗教教义 其实也是终身教义 终身教义 所以这边十二节 十三节就讲 说在你过去 唯业的地方 纯火的日子 你要常常这样行 你常常这样行 表示这是终身教义 从小学到大 因此我们要了解 圣经的道理 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那你用心经营神的产业 除了你从摩西 对生命剧的教训之外 你在看真言 真言里面虽然有三十一章 但是你可以从里面 第一章开始 你就看到 他常常提到 我儿 你要听从 父亲的教训 母亲的幸福 那为什么要讲我儿 为什么要讲父母 因为他是神所托物你的产业 所以你要用神的话语 教导他 好像真言 第六章里面所讲的 我们看真言第六章 真言第六章 二十节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理弃母亲的法则 要常细在你心上 挂在你向上 你行走 他必引导你 你躺过 他必保守你 你睡醒了 他必引导你谈论 因为 借命是灯 法则是光 幸福的责备 是生命的道 真言里面 有非常多 处世为人 还有敬畏神 远离恶 的一些道理 所以他讲智慧 智慧就是要敬畏神 远离恶就是聪明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真言里面 他也谈到 这个亲子教育非常多 做父母的 做儿女的 怎么样处世为人 还有怎么样管教孩子 所以真言里面 说 这个移蒙 门住孩子的心 用管教的杖 让他 远远赶出移蒙 移蒙就是没有智慧啊 而且他说 你如果不忍 用杖打孩子 就是任凭他死亡 所以他就有讲到 我们要用心 来经营 我们以前的人说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言师之舵 那你可以知道 管教是有原则的 小孩子 从小就要养成一个规矩 跟良好的习惯 跟这个 做一个有礼貌 有教养的孩子 那我们如果说 孩子任凭他 就像希伯来书 里面所讲的 他是私生子 他不是你的孩子 所以你就任凭他 你也不管教他 所以如果是亲生的孩子 你就会管教他 而且让他能够得到益处 让他以圣洁有混 而且对他是有益处的 表示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 都是爱儿女 那也要用心来经营神的产业 我们在座也有很多 青年是宗教教义的老师 当然我们也是 要把自己的小弟小妹 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 有父母心肠 来带领他成长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曾经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给我们有一个规换 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上圣殿去 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 到那边学习圣经 一面听一面问 所以他的聪明跟应对 而且主耶稣 他的成长是平衡的 而且是全人的成长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四十节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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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成长的很快 一下子才出生 一下子会想出生 一下子又会想出生 一下子走路了 一下子会讲话了 一下子要上学了 所以这个就是渐渐长大 渐渐长大也要强健 要健康 要有智慧 所以52节就讲 耶稣的智慧 智慧跟深量 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 这边有讲到四个方面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深量 一个是神喜爱的心 一个是人喜爱的心 我们一般把这节经文 把它看成全人宗教教义 全人 我们刚刚有讲到全年龄 全年龄的话就是年龄成 那刚刚看的生命纪31章 叫做全民 全民就是无论哪里 小孩寄机的 是全民 这个是对象 但是这边讲的是全人 全人的话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在神的面前都是唯一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唯一的 他有他的特色 有他的本质 而且有他的兴趣 也有他的天困 但是每个人的发展 成长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把他定位在哪里 耶稣的智慧跟声量 智慧或许有些家长会把孩子定位在 他一定要IQ很高 而且考试第一 什么都要在最前面的 但是人生什么才是第一 你分数第一名才是第一吗 也不见得 我们人有的人 他虽然分数第一 成绩第一 可是他跟人的相处 却不及格 所以真正的智慧 他有多方面的学习 不是在乎他的IQ EQ多高 而是他要懂得敬畏神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我常常这样感觉 当我在读真言的时候 我觉得说 人生就像一个原规 当你把原规的定位定好之后 你要画一个人生的缘 每个人都有一个缘 有的缘 他非常缘 虽然比较小 但是也是 缘了他人生的美梦 但是有的人的缘 比较宽广 但是你的缘 还是要能够有一个接口 才是一个缘 不然你的这个缘是破碎的 不完整的 那你画原规 一定要定位要定好 这个定位在哪里 就是要敬畏神 要远离二世 所以 约伯记 二十八章二十八节 也是这样写啊 敬畏神就是智慧 远离二就是聪明 真言也是这样写哦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之政者就是聪明 那你看传道书 索罗门网写到最后十二章 他的结论是什么 他从日光之下 日光之下写到日光之上 那我们人都活在日光之下 日光之下虚空劳碌补风啊 所以你吃喝穿 其实够用就好 但是人生有竞争 有多有少有不足 但是最后人都要面对什么 面对死亡 所以十二章就讲 你趁着年又要纪念造物主 因为有一天呢 日头月亮新手都变为黑暗 而且你看守房屋的花站 因为你身体行动已经不方便了 包括迅速开花 而且路上有惊慌 他就描述很多老人的情况 接门关闭啊 因为耳朵听不清楚了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 这个老人的景象 但是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总义就是要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的本分 所以真正的智慧 就是要敬畏神 那身量是什么 身量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属肉的身量 你这个身高健康 应该说正常花艺嘛 那这边讲年纪 年纪 所以我们也要有属灵的身量 属灵的身量 这边就是说你不是吃干粮啊 不是吃奶而已啊 你要尽到吃干粮 要长大成人 希伯来书 的第五章第六章就是这样讲 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尽到完全的地步 灵性上不能只吃 那要吃干粮 这个就是全人的教育 那再来就是神喜爱的心 讨神喜业 真言里面提到说 神证悟的有七样 神不喜欢的 你要远离啊 那神喜欢的 你要去追求 他喜欢我们和睦 你要一心追赶 而且像人喜爱 我们有的人在跟神的关系很好 他很属灵 常常聚会敬拜神 可是问题是跟人相处的问题 还有待加强 这个十字架的道理 就是跟神跟跟人嘛 所以他人喜爱的心 跟神喜爱的心 都要一起增长 有些信徒说 我在同学当中 人家都把我当作外星人 因为异类 为什么是异类 因为他跟人家格格不入 问题在乎我们的信仰 要带到生活里面 当然有些我们有真理的立场 你要分别为圣 比如说拜偶像的东西不能吃 血不能吃 或者有些东西你境界不换 这个是本来就不可以的 你反而会让人家敬重你 但是跟人家相处 你要学习和睦 要对人良善 要诚实 要能够有这个爱心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所以这个要一起成长 因此我们做父母的 要把孩子在这个规范里面 慢慢把他拉拔 长大 而且陪他成长 我们来看以无所书 以无所书的第六章 以无所书第六章 第六章第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你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警戒养育他们 这边谈到不要惹你的气 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是说 不要惹你的气 不要让他失了自气 不要让他失了自气 哥罗西书有多这一句话 那你应该要了解到 我们做父母 虽然你是长辈 孩子 你要把他当作朋友 当作兄弟姐妹 你也是要尊重他 也要爱护他 不要让他失去自气 不要用责骂的 应该是用教导的 用主的教训 他真的犯错了 你要警戒他 警戒就是提醒他 你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有的小孩子无知 还是愚蒙 但是你可以提醒他 让他养成好的习惯 而且能够知道 这些是偏差的 是错误的 那你要趁着有指望管教他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圣经的道理 他都非常清楚 你要按照主的教训 不是用自己的私意 或者情绪 那你警戒是消极的 教育是积极的 所以你不是生他养他 你还要教导他 所以有人说教养孩子 就是父母 父母就是一个蓝图 父母是一个蓝图 那这个蓝图就是说 你要有身教 有一个榜样 以不至于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那你要用基督做根基 用基督 要让他敬畏神 而且能够用真理 真理为准神 因为他有个原则性啊 并且呢 也要让他知道 能够用祷告 来信靠神 好像屋顶 房子有屋顶一样顶着 你用祷告 能够顶着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教导孩子 也要一步一步的用心去经营 当然更重要 也要用祷告 因为有人说 弹琴的孩子不会变坏 但是我们说 弹琴的孩子也是会变坏啊 没有说不会变坏 问题是他有没有信仰 表面上看起来 他会去弹琴 当然他有一个目标 应该是比较不会变坏 但是我们会说 有祷告的孩子 有祷告的父母 孩子不会变坏 因为他会祷告 会亲近神 所以圣经里面说 你要教导孩子认识神 我们做父母的最起码 你要教导孩子认识神 我们如果看 撒木耳记上 那个以利祭司 孩子不认识神 这个就是以利的 这个舒服 那另外就是要教导孩子认识圣经 明白圣经 好像提摩太 从小明白圣经 所以保罗写信 给提摩太的时候说 我知道你从小就明白圣经 我也知道你是跟随学的 因为圣经让你有得救的智慧 而且圣经是神默示的 他能够教训督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 而且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所以他就讲了非常清楚 因此我们要教导孩子学习圣经 让他在真道上杂根 我看过有几个青年 去参加学生年会 或者参加这个神信班 他回来都改变 而且信仰真的好像阶梯式的成长 有帮助的 另外你要教导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让他能够走在主的路上 不但是信仰 生活 婚姻 家庭 工作 侍奉 都能够走在主的路上 所以也求主呢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教养孩子上面 都能够有神 带领我们 我们最后来看 这个诗篇 一百四十四篇 诗篇一百四十四篇 十二节 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 我们的女儿如垫脚石 是按建工的样式造成的 这边告诉我们 这个儿女 他就像长大的树栽子 也像建工的垫脚石 这个虽然有一个对比性 但是也告诉我们 就是要用心经营 有一年学生领恩会 因为大家要举办学生领会 互相协调 所以有请一个教会的资讯鼓 说画一张海报 他说主题要写什么 主题叫做长大的树栽子 所以我们这个资讯鼓的 可能圣经不熟 他说哪里有学生领恩会 叫做长大的树栽子 他说不是啦 不是长大的树栽子 是长大的树栽子 后来就看这一节经文 还画一个很美的海报 长大的树栽子 那那一次学生领恩会 大家也分享很多 很有趣 而且也觉得很有感受 很有造就性的课程 所以宗教教育业其实是很有帮助 也求主耶稣带领我们 让我们把这个宝贵的属灵的资产 能够照管好 因为它是神托付的产业 所以你要用心经营 也要让信仰能够世代传承 我们来唱诗 也要用心是60% 收拾